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科技助力 创新践行时展现钢铁制造新突破 战江 广东省的一个港口城市 在它东南面的海岛上 有一个钢铁丛林 面积相当于1700多个标准足球场 遍布着各种造型奇特的建筑 这是中国最新的千万吨级钢铁厂 开采出来的铁矿石 就在这一栋栋建筑里 神奇变身成我们生活中不可或缺的钢材 而一系列创新科技 正在让钢铁冶炼变得更加安全 智能和高效 这里是钢铁厂的粮仓 储存着冶炼钢铁最重要的两种原料 铁矿石和煤 铁矿石和煤分别经过处理 一起被投入冶炼炉 在超过2000摄氏度高温下 融化成铁水 进一步冶炼变成钢水 再经过铸造杂质 就成了我们熟悉的钢材 这座钢铁厂 一年要消耗煤、铁矿石等原料 超过3000万吨 铁矿石和煤堆积如山 一个原料堆便可重达4万吨 相当于一万头成年大象的重量 但多年来 始终有个问题 困扰着钢铁厂 那就是如何才能准确知道 这堆积如山的煤和铁矿石 到底有多重呢 有没有觉得这是一个 特别震撼的场景 那来到这样的一座像山一样的煤堆的前面的时候 可能很多朋友跟我的反应都是一样的 就是觉得已经都惊呆了 但是对于钢铁厂来讲 像这样的一个原料是稀松平常的 以前我们在家里面烧煤 你可能是按金城 那这样的煤山 怎么去盘点它呢 每天有超过8万吨的铁矿石 每等原料被源源不断地运达钢铁厂 与此同时 一炼钢铁的过程中 又在不断地消耗原料 工作人员必须了解还剩多少原料 才能合理安排生产 如果对原料库存掌握不准确 最严重的后果甚至会导致停产 造成巨大的经济损失 如何才能准确知道 一座煤山的具体重量呢 过去只能依靠人工测量 测量时会用到两种工具 卷尺和测距仪 我们以前就是用它来量 这个煤堆的一个直径 这个是量它的高度 通过直径跟高度来计算它的吨量 用皮尺量出煤山的直径 测距仪测算高度 再用体积公式推算煤山的大概重量 那长期以来 人工测量存在一个巨大的困难 那就是很难测的准 那比如说这座山 就是这座山 你要怎么量它呢 我可以用它量它的直径 那个皮尺从底下 量到它的另外一侧 这样就可以量出它的直径了 那我跟着您量一次好不好 行 好 从哪开始量啊 我们这个底端 底端这里 您帮我踩一下 踩在这儿 对 这个直径不是很准 所以我们量出来一般都会有误差 这是只是想找个大概旗是吗 这高度怎么量啊 我用一个测距移 测距移 这个怎么用 往前量一下它的距离 比如说我们 那儿有小红点 对对 我站这个位置到它那个红点的位置 现在是3.3米 测距移发出红外线 到达红点所在位置后反射回来 并被测距移接收 通过计算时间差 推算出两点之间的距离 那这个现在是多高啊 这个整个料堆 我测一下 好 26米多 对 大概 不是很准 测距移指向围山的顶部 但用手拿着测距移 稍微一晃动 红点指向的位置就有很大变化 每次测量 仪表上显示的数字都不太一样 有时候两次测量的数值 差距能达到1.2米 那这个里面的误差是不是有点大啊 是 一般我们凭经验感觉出来也是有误差的 那么通过这个几个方法测出来 也是有一两千吨 可能更多的三四千吨的这个误差 误差有几千吨啊 对 所以说我们在旁库过程中 也会存在这么一个困难吧 每一步测量都可能产生误差 层层一座四万吨的煤山 误差最大时 近会达到四千吨 这将严重影响生产安排 甚至造成停工 但多年来 大多数钢厂都是用这种费时费力 准确度不高的方法 测量原料堆的重量 有没有更好的方式 能准确测量煤山的重量呢 这里是湛江钢铁厂原料厂的运行控制室 一种创新科技的出现 让过去困扰的难题 迎刃而解 现在工人没有必要再去现场了 我们只要把我们的眼睛维护好就行了 数十个大屏幕里 能够实时监控每一个原料堆的情况 过去费时耗力的原料清点工作 坐在这里点点鼠标 就能实时掌握每个原料堆的精准重量 人工测量时 误差最大会达到10% 而现在 误差能控制在1%以内 这究竟是如何做到的呢 原来仓库里暗藏着秘密武器 仓库上方 这个不起眼的小方盒里 藏着一种叫激光扫描仪的设备 激光扫描仪是一种能够拍摄立体照片的相机 它发出肉眼看不见的激光 激光遇到物体就会反射回来 通过接收反射的激光 判断出物体表面不同位置和扫描仪的距离 进而在电脑里自动生成一个物体的三维模型 通过虚拟的三维模型 电脑能实时算出每个原料堆的体积 从而计算出它们的准确重量 工程师们在每个仓库的不同位置 安装了至少三台激光扫描仪 它就是一个立体照 就像一个眼镜一样 不断地对这个料厂进行扫描 所有原料被分别扫描成屏幕里的三维图形 电脑能够实时精准计算出原料的库存情况 运来了多少 消耗了多少 重量的实时变化 都能被准确掌握 精准度的话应该是能到99%吧 过去 钢铁厂每隔7到10天 清点一次原料堆 每次需要2到6名工人 测量还会有误差 而现在 不需要人测量 就可以实时掌握原料的精准数据 为钢铁的顺利生产 提供了保障 每年 数千万吨的铁矿石和煤 在这里经过上百道复杂的冶炼工序 完成从铁到钢的旅程 眼前这些大小厚度不一的空心圆筒 就是冶炼钢铁最后的成品之一 钢卷 这些钢卷被发往世界各地 继续加工 就能变成生活中我们熟悉的模样 汽车外壳 冰箱洗衣机等家用电器的面板 甚至一拉罐的罐身 我能进去看看吗 可以 这个大概有多重啊 这个大概的话19到21吨左右 19到21吨啊 哇 就这么大一个东西啊 对 这个钢铁厂每年能生产接近一千万吨的钢材 相当于能建设两百多个鸟巢的用钢量 这是钢铁厂的一个码头 一艘长约百米 载重量为四千吨的巨轮停泊在港 每天将近四千吨钢卷在这里装船 发往世界各地 码头24小时不间断作业 冰商吊车在轨道上来回移动 将一个个钢卷吊到巨轮里 但我们来到这儿却发现 这个24小时不间断运行的码头上 竟然看不到工作人员 吊车也没闲着 依旧在吊庄作业 繁忙的码头 为什么看不到工作人员呢 创新进行时 稍后继续 在看不见人的码头上 设备却没闲着 依旧在吊庄作业 我头一次到这种 没有人的码头上来 我突然间觉得 大晚上的总有点吓人 我看那儿 有一个小房间 我不知道那里面是不是有人啊 看不太清楚 这个小房间是吊车的驾驶室 在工程师的带领下 我们爬上了相当于 七层楼高的码头顶棚 这就是驾驶室了是吗 吊车驾驶室里 竟然空无一人 吊庄是一项精度极高 且危险技术极大的工作 重达数吨甚至数十吨的物料 要实现精准吊运 通常依靠吊车司机 在驾驶室操控 吊庄过程中 从设备绑扎 到高空吊运 一旦出现任何失误或意外 重物从高空坠落 可能造成人员伤亡 和巨大的经济损失 因此 绝大多数工程项目里 吊车司机都是非常关键的岗位 通常需要多年培训和实操经验 才能胜任 而在这个码头 没有司机 吊车竟然可以自动运行 我可以进来吗现在 我觉得我们可以 带着大家进来看一看 其实 这个码头在运行之初 吊车也是由司机操控的 随着科技发展 2019年8月开始 吊车的运行 已经可以由电脑来控制 不再需要司机 现在我们坐在这个驾驶舱里面 实际上这个呢 在以前还没有实现 这种无人操控的状态之前 是有人在这里通过这些摇杆 或者是这样的一些按钮 在操纵着整个的这个机器手臂的 相当于现在呢 我们是站在原来的这个司机的视角 看着机器自己在怎么运作 好 它现在呢 这个吊臂应该是已经准确地定位了一个钢卷 现在应该是已经测出了它的一个距离 收紧了它的那个小小的夹臂 眼前这个金属夹子最大能够吊起35吨重的钢卷 不仅如此 它仿佛长了火眼金睛 能够准确识别钢卷宽度 调整夹的松紧程度 好 非常轻松地就起来了 我们看看它能不能够找到该去的位置 然后包括它是怎么去的 家具吊着钢卷往船舱上方移动 过两三分钟的时间 就稳稳地将钢卷放在了船舱里 没有人操控为什么这些吊车会如此聪明呢 原来虽然没有司机控制 工程师却给吊车配备了更加锐利的眼睛 要指挥这个夹具 能够自动地把那个钢卷夹起来 那首先它得知道这个钢卷在什么位置 对啊 它要看到它 对 我们有专门的眼睛 就是把现场的所有钢卷的位置 都准确地扫描出来 码头上的不同位置 安装了三台激光扫描仪 家具上安装了红外线传感器 通过激光扫描红外线反射 能让吊车对码头上每一卷钢卷的位置 表如指掌 除此之外 每个钢卷上还有自己独一无二的身份证 通过扫描二维码 电脑就能够获取钢卷的名称 型号 重量 目的地等相关信息 从而让整个码头的吊转工作自动运行 每年 有将近一千万吨钢材 从这个钢铁厂运出 发往世界各地 以往 这样一个繁忙的码头 每个班至少需要十一名工作人员 如今 只需要五个人 就能保证其正常运转 这依托于钢厂自动化 数字化 智能化的 创新升级 还有哪些创新技术 在助力钢铁冶炼 向智能化升级呢 创新进行时 稍后继续 随着钢铁厂进入自动化 数字化的智能时代 大量高危岗位 正在逐步由机器替代作业 利用人工智能 大数据运算 计算机能够更加高效节能地 合理安排生产 在5G助力下 很多岗位甚至实现了远程办公 钢铁冶炼 正在开启制造新征程 练书 女生 2 3 6 4